洞穴按形态类型也可以分为两类 水瓶洞穴主要发溢于浅宝水袋内 位于地下水面附近 由地下河和地下水面洞穴演变而来 具有层层分布的特点 随地壳的上升可变为高于地下水面的干溶洞 主要分布在平原和堤山丘陵地区 垂直洞穴常见于渗流带和深宝水带内 由地下水沿陡峭的可溶岩层面或垂直裂隙带发育而成 大多分布于山区 洞穴堆积主要有化学堆积 流水堆积 生物堆积 崩塌堆积等 其中有以化学堆积最引人注目 它姿态多变 琳琅满目 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而且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根据成因和形态特征 分为中乳石 石蔓 石盾 石笋 石珊瑚 卷曲盐 等等 洞穴 洞穴深处的温度 与当地年平均温度相近 一般说 洞穴温度随洞穴的高层和纬度而变化 高层和纬度越高 洞穴温度越低 洞穴温度还因洞穴形态和洞口树木而异 由洞口向下倾斜的单洞口洞穴 冬季时冷空气下沉洞底 夏季 洞外热而清的暖空气难以进入洞内 故这种洞穴的温度要比周围低 称为冷洞 由洞口向上倾斜升起的单洞口洞穴 暖空气保留在洞穴的上部 难以流动 温度比周围要高些 称为暖洞 自然界洞穴中几乎全部能觉察到空气的流动 有的在夏季从洞内吹出凉风 有的在冬季向洞外喷出热气 有的洞穴内空气有周期性的吸进和吹出 形成呼吸洞 洞穴空气是比较干净的 细菌很少 空气的电离也很弱 所以不少国家建立了洞穴治疗 目前主要治疗 肢气管哮喘 风湿痛和高血压等